安静书制作 免财板还是有白边 耐心剪掉所有白边 这个过程其实还挺解压的 这两片合在一起 五个边用透明胶粘上 留一边不粘 做成一个小口袋 散上棉花后封口 不喜欢太厚的也可以不塞 操作台放上去只封三边 这里不封 留个口袋放人物 这两片合在一起 同样的操作封边塞棉花 放上桌面 封三边 留一边不封 做成口袋 和主体连接 连接的部分用透明胶粘上 这两片要反着贴 翻开是这种效果 同样封边塞棉花和主体连接 这两片合在一起后也是同样操作 梳体的连接是这样的 接下来就可以往上面放食物了 差点 这些食物的背面塞棉花和主体连接 这些食物的背面塗了点点胶 方便拿取 商家送的是双面塞棉花和主体连接下来 建议下次加个带点点胶材料包 多个业务 多个业务还增加使用体验 整整齐齐强迫症舒适 这边是餐具柜 这边是餐具柜 绿色蛋壳纹盘子 叉子和碗 最后放上电源就可以开始营业了 这边是客人用餐区 完成 一二三 三 感谢观看